涉嫌襲擊另一個女人和拿走對方的手機 被落案起訴星期一提堂 涉案的女警43歲 6至7月期間在觀塘一個單位 涉嫌因為工作問題 和一個47歲外籍女人爭執 並用手襲擊對方 又拿走她的手提電話 各一個外籍女人嘴角受傷 只行去到瑪麗醫院治理 警方說女警已被停職 會被落案起訴10項普通襲擊罪 2項襲擊製造成身體傷害罪 和1項盜竊罪 星期一在觀塘法院提堂 警方說非常重視人員的措手 任何人員違法都絕不容忍和姑息 會嚴正處理